一周之后的9月20日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吧 因为这一天NVIDIA很有可能就会公布 大家期待已久的40系显卡 然而目前国外的电商平台 却是早早上架了部分型号 但这个售价嘛 直接是逼近了2万人民币 除此之外 旗舰型号的RTX4090真机照片 也是得到了曝光 其硕大的散热模组 也似乎印证了40系显卡的功耗上升 那么至于他们的详细信息 下面就个人给强 来看看吧 北京时间9月8日 NVIDIA官方发布了一个名为 Project Beyond的预告视频 表示将于9月20日举行GTC大会 特别直播活动 同时也强调了 这是一场PC发烧有不容错过的 特别直播活动 很明显 大的确实是要来了 然而有意思的是 虽然这个预告视频 只有简简单单的10秒 但不少网友却是在下方的留言 什么名牌吧 别藏着了 40系绿的发光等等 看得出来对于40系的期待 大家一直都是在线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细节 希望大家注意 在预告视频发布后 NVIDIA官方账号更是更换了头像 而后的非工厂商们 例如七彩虹 索泰 影池等等 也是全员换上了相同的头像 如果老黄跟我说 只是没有大事发生 我可是坚决不信啊 视频发布后 某家也是率先在澳大利亚的电商平台上 上架了顶级型号的RTX4090 标价为4270澳元 也就是约合人民币 20393元 这个价格确实是高了离谱 直接是比RTX3090Ti上涨了5000元 当然嘛 这个价格应该也只是一个占位服 实际应该并没有这么高 所以参考一下就行 那大家认为4090的售价 正常来说应该是多少呢 可以聊一聊自己的看法 至于国内 某些电商平台的一些商家 更是开始了40C显卡的预售活动 什么RTX4090 RTX4080等等 这种似曾相识的画面 总感觉在哪里见过 你说是吧 30C显卡 而对于RTX4090 目前已知的爆料是 其将拥有16384个库的核心 并将配备未换为 384bit的24GBTDDR6X显存 TDP更换为450W 性能方面 目前已经有国内网友泄露 在3DMark的TimeSpec Extreme测试中 RTX4090能够获得总计 20192的跑分 而这也是该项目中 首款突破20000跑分的NVIDIA显卡 如果对比RTX3090Ti 4090的性能 直接提升了约80% 对比RTX3090 性能则是获得了100%的翻倍领先 同时还需要注意 在测试过程中 RTX4090的核心频率 更是超过了3000张核资 这同样也是N卡的首次 除此之外 根据知名外媒WCCF Tech表示 目前还泄露了一份 所谓的40系显卡PPT性能展示 可以看到 游戏性能无一例外 均是获得了1.8倍 及以上的提升 甚至还有接近2.2倍的 如果这份PPT属失 也就说明了40系显卡的性能增长 应该是相当离谱的 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还是有待考究 所以大家推乐就行 外观方面 目前作为非工厂的索泰 旗下AMP系列的RTX4090 也是得到了正式曝光 可以发现 其散热模组 完全可以用实无前例来形容 预计至少是3X槽 或4X槽起步 但这个外形嘛 却被网友们笑成为卫生巾 真是有点绷不住了 总而言之 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特别是在临近芯片发射的时候 而40系实际的外观 性能价格又将会如何呢 我们就期待9月20日 NVIDIA带来的精彩演讲吧 这时超级客也将进行同步转播 所以就请继续保持关注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你的一键三连 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 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一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